1997年11月的一場車禍意外 奪走歌手張宇生的性命 那一年他才31歲 算生命短暫 但他的歌 他的精神 卻從未離開 希望宇生安心 他也很累了 這個學生只活了三十年 三十一歲 他對家庭的付出很多 他也犧牲很大 到現在都還沒結婚 今天我做父親的 也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 聽我為你期待 你們似乎不太習慣 沒有藍色的鴿子飛翔 各位熱愛宇生的朋友 相信宇生現在 就在他熱愛的外太空 做一個非常自在的音樂人 對於張宇生的離開 親友粉絲萬伴不捨 因為1997年這一年 是張宇生最被看好的時候 他不僅擔任舞台劇的音樂總監 張惠妹的專輯製作人 在發生車禍前幾天 他還出了自己的新專輯 扣是心扉 阿斌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晚上七點半 台灣打搜索頻道不見不散 再次的一集